这款飞镖的人形居然是目前核心级恐龙第一 今日分享变形金刚传世进化系列 核心级恐龙六合体飞镖 既然SS86系列的飞镖暂时还没动静 那就先拿这款核心级稍微解解馋 人形部分应该是目前已经上市的核心级恐龙中最匀称的一次 无论是身材还是背后都没有任何臃肿的感觉 这么小的尺寸下头条部分的细节分色已经算是够意思 前胸金色的龙头和蓝色的分色也十分惹眼 但丝肢部分的塑料原色就明显要塑得多 至于后方的空洞部分感觉也没必要跟核心级较劲 身高方面依旧不到10公分 和同级别钢索对比核心级的身高基本都差不多 重量方面不到30克非常轻便 可动方面头部是球形关节转动肯定没问题 由于变形结构还会有非常夸张的抬头 手臂根部也是球形关节平均有90度 转动和上举当然也没问题 翅膀部分可以后翻竖起 这样手臂后摆也没问题 只是转动的时候需要稍微避开胸部两侧的插栓 惊喜的是这次居然有了肘部的球形关节 要知道肘部弯曲在核心级恐龙中非常稀少 腰部转动会受到龙头限制比较一般 腿部前踢也是球形关节不到90度 后摆的成绩也差不太多 双腿侧披也能抬平 大腿根部平转也做了独立关节 膝部弯曲更是有180度 当然脚腕接地的配置在核心级中大部分都没有 这款飞镖的可动肯定是核心级恐龙第一 而关节手感方面也没有松垮的现象 尤其是球形关节采用了磨砂材质 反而手感偏紧 配件方面有一对造型很像拳头的小枪 可以通过3mm插栓插在手中 双枪在手的表现也还不错 两把枪也可以通过两处插栓 安装在翅膀内侧 到了恐龙形态也是相同的搭载位置 那么接下来将核心级飞镖变形 首先把头部后翻90度 掀起胸部的龙头上翻竖起 松开后方翅膀的尖端向两侧翻平 将双脚对齐插接在一起 再将小腿部分上翻180度插接背后 最后将双臂内收插接内侧 移上一下的两处插栓 飞镖的伪装形态是一只翼龙 翼龙的整体特征保障的还算可以 金色的头雕依旧是最出彩的部分 翅膀稍微有些小但形状还可以 背部和底部两侧的造型就确实一般 恐龙的可动只有翅膀尖端非常不小 翅膀根部的抬起不到45度 武器的收纳位置和人形态是同一处 但装上武器之后翅膀的下翻会被锁定 同样是跟核心级钢索对比一下尺寸 让我难受的是 作为飞龙底部居然没有支架插接孔 好在本体非常的轻 把支架插在拳头上也完全支撑得住 那么继续来把飞镖变成合体形态 首先松开双臂内侧的插栓 将背后的小腿部分松开插栓下翻竖起 再将下半身旋转180度 翅膀尖端重新内翻盖平插接 再将翅膀根部翻起一定角度 将人形腹部的连接插栓向外翻起 两把武器对齐插接变成合体的右手 再将拳头通过两处插栓插接人形的脚跟 现在这个造型就是恐龙六合体的右臂 拿出之前三只恐龙合体的部分将它组合上去 将连接用的5毫米插栓直接插上去就行 合体之后的效果相对于腿部 感觉手臂有些过于的长 尤其是手臂的厚度方面又有些偏薄 而且合体之后 小臂内侧的空洞会显得越发明显 只有高耸的肩部和翼龙翅膀的造型还算不错 可动方面 手臂根部的转动没问题 手臂平举也能接近90度 真正让我难受的是 小臂的转动会被翅膀干涉 每次转动都要调整翅膀角度 非常的烦人 相较于造型 我反而会对这个问题最为闹心 小臂的弯曲可以算是双关节 但由于飞镖手臂的干涉 只能勉强90度 但如果把飞镖的小臂内翻 弯曲幅度就可以超过90度 但是这样 手臂的转动又会受到一些影响 这就是令我奇怪的地方 飞镖表现最差的居然是合体形态 关于合体腿部较短的问题 我尝试过把刚锁的双腿下翻竖起 这么干之后 虽然能得到一个长得甚至过分的小腿 但也会导致腿部变薄 完全没了支撑稳定 所以除非你只看正面 并且要靠支架站立 否则没必要这么干 综合来说 这款飞镖的人形 肯定是目前核心级恐龙中 表现最好的一次 而异容形态的表现 就相对一般 但是合体形态的造型和结构 都不够尽如人意 要不要入手 还是要看自己 最后 视频制作不易 我也需要升级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麻烦动动小手 点赞关注 投币转发 最好是一键三连 我这里谢谢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